這把惡火帶走了無辜的性命 台中大理區這一處透天明展 就在六號三點多發生這場火警 三代同堂六口之家 五個人送醫搶救都不治 包含六個月大的男嬰 十一歲大的男童 還有屋主的太太 大女兒以及二兒子 而逃寨的屋主 疑似覺得屋子裡頭有蛇 他當下情緒很激動 所以引燃了高粱酒 才釀成了這把火警 不過屋主的親戚 還有包括屋主的弟弟 都認為不太可能 畢竟的屋主糖尿病 也不可能喝酒啊 懷疑是電暖奴 釀的火 透天被大火吞噬 火石在一樓不斷燃燒 呈現橘紅色火光 二樓更冒出大量濃煙 附近的居民議論 紛紛不知火石未來走向 但時不時傳出爆炸生效 不斷有物品爆裂的聲音傳出 裡頭的物品更是被燒得一乾二淨 而除了這些東西更讓熟稅中三代同堂一家六口人 圍籍五人性命 唯一逃出來的就只有六口中的屋主 屋主講話明顯遲緩滿臉灰燼似乎被灑得不清 這場火警就發生在台中市大旅區凌晨將近四點 一棟透天錯突然起火 一家六口人住在裡面 就只有行動不便的屋主自己逃了出來 他的老婆女兒當時在三樓上 小學的內孫甚至僅僅六個月的外孫 都沒能在第一時間逃出來 最後人員到場拉離火場時 都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他的女兒外孫及內孫 最後更是不惜最有之 總共消防局救出的有五位 有五位分別是在二樓有兩位 那那個三樓有三位 那目前那個我們火調人員 還有那個偵察隊的同仁 在現場在做一個調查 那有掌握一些相關的一些資料 那因為這個調查中 比較不方便跟各位報告 消防人員講得相當保守 但根據瞭解起火雲 疑似就是因為屋主精神 有些異常產生幻覺 以為屋裡有蛇 才會用高樑走連蛇點火 因此引發火警 詳細的起火雲 還在火調科進一步調查理清 BGM BG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